老人家空闲时到公园散步运动 不但心情好又能训练体力 多走路运动可以消耗能量 还能减轻压力增加幸福感 老年人透过定期运动防止记忆力下降 尤其是走路时边数数 更能够活化大脑 数数是让你说在做每一步骤的时候 其实是思绪会更清晰 你增加这些动作中的思考 那是当下的一个及时的反应 那也是很好 可以训练说脑部 它的一个当下思考的活化 我们要有一些挑战性 比如说你可以去把一些 以前的朋友的电话号码 把它想出来把它记一记 或者是不要只是从一数到一百 我们比如说是13579 2680 或者是99撑发表 根据研究显示 每周运动三次一次约15到90分钟 持续18到39周的时间 年龄在55至68岁之间的人 在运动时表现出最大程度的记忆力改善 有氧取向就增加它的新陈代谢 还有肺活量的部分 也就是增加说血液里面所携带那些血流量 还有所谓的氧气的量 最主要还是增加我们老人家的脑部的血液循环 增进我们的记忆力或是预防退化的话 我们就是要常常让我们这个突出这个触角 可以往外伸展 所以对我们的大脑要常常有一些新的刺激 那刺激的部分的话 其实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刺激 规律运动改善睡眠和情绪 一直建议长者可以常做自己喜欢又安全的运动 让身心更健康 大约新闻菜篇人许英豪台北报道